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性格很冷酷 但是除了性格以外 他的内心戏非常的丰富 然后就是一直很隐忍 默默付出的这种性格 你是觉得这个性格跟你本人很像吗 就话少 然后多做事那种感觉 反正我话没有那么多 我也是喜欢就是去做 然后被认可那种感觉 最早看到的就是是你来演《狼王集》的时候 我是觉得可能你没有什么大力 因为我觉得你还蛮像我心目中的 一个《狼王集》的 你自己是这样的感受吗 我的话 你觉得我自己觉得适不适合这个角色 刚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我的外表会可能跟这个角色有点贴 但是就是演了之后 确实觉得这个角色 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简单 那么的容易去演你 其实这种内心系多的角色 反而是更难演 对 反而是面无表情的这种演法 就是更难演 这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人物 对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你在这况上 其实还蛮多动的 对 我有多多动 那有没有关注一下观众对于《狼王集》的评价 有 也就是说让你平常比较深刻的评价是什么 在眼神方面吧 大家最开始都觉得我很困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没有怎么做出来 因为其实要面无表情 然后又要冷酷的眼神 确实可能在前期的时候 没有抓准那个方向 那个感觉 然后 所以那个困的表情不是刻意做的 当然不是刻意做 我以为是你在演员中的设计的 没有 我是真以为那个眼神是特意设计的 是特意设计 但是设计不太好 因为要冷酷嘛 就是可能那个方向不太对 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在想的话 你觉得可能那个地方是可以改进的 对对对 可能就是遗憾的艺术吧 只能是在下一次没去迷国了 下一次没下一次了 为什么没下一次了 不是拍的东西播出来之后 还能还有下一次 那你说不定下一次还可以拍的补装 既然是吧 但是不是在这个角色上 就能得越来 比我们更加值得去 我们不能突然的话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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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